诶 演篇 这是在内地删减60分钟 也未必能过审的片子 本片真实取材于80年代末期 东北第一黑帮乔四集团 指导韩国黑道事件 被万千影迷奉为最真实的黑道题材电影 凭借此片 影帝何正宇不仅掌握金角无数 演篇战神绵正鹤 也凭残暴指数满天行 荣登韩国战神宝第一交易 故事就发生于80年代末期的吉林研编 单一落后的经济发展形式 使得当地衍生出一条灰色产业链 朝鲜族不惜借以巨额高利贷 将妻子偷渡至韩国打工 而留守家中的男人则靠每月游记的俸禄 在外滥补甚至花天酒地 朝鲜族金九南也难免落俗 一年前九南按照冠礼借以6万高利贷 通过黑宗介将妻子偷渡至韩国打工 可近半年妻子却突然杳无烟熏 这对于内行人来说早已见怪不怪 极大概率就是女人在那边给戴了帽子 不可能再有任何联系 至此九南不仅要面对流言蜚语 家中还丧失了绝大部分经济来源 地痞终日上门逼债 并下达了最后的期限通牒 月底前再不把债务结请 不单会挖光内脏 就连女儿都将会倒卖给人贩子 为此九南终日起早汤 还拼命拉出租赚钱 可这微博的收入相比于巨额的利息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为了尽快摆脱当下窘境 九南将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麻将桌上 可九南就好似摔身附体 逢堵必输 还经常因为朝鲜族的身份受到歧视 这天压抑已久的情绪宣泄而出 凭借着种族基因里自带的能够狠劲 九南很快就写了严编老大绵正鹤的主意 此日绵老大就通过地痞联系上九南 还为他量身定制了一个私活 那就是富含行雄顺带寻妻 而只需拿回刺杀对象的手指 债务就可一笔勾销 夜半望着女儿稚嫩的面庞 脑海中满是妻子不忠的情景 九南心一横便连夜找到绵老大 硬着头皮接下了这单买卖 几经周端 九南来到大连市干井子码头 经过棉楼大的运作便匆匆踏上通渡韩国的船只 阴冷潮湿的舱底就像一个缩小板的地府 同时也预示着九南至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抵达后 街头人便将回国日期和码头地址给到九南 这意味着九南只有短短八天的时间来完成任务 如果超过规定期限 那将作为黑户永远留在韩国 行动即刻开启 经过调查发现 此位暗杀对象并不简单 他不单是北京奥运柔道比赛的亚军 私下还是韩国黑道的区域头目 名下灰色产业更是数不胜数 初入还配有贴身保镖护卫 就连家中的楼道都戒备森严 为了找到突破口 九南每日都潜力在附近寻找暗杀机会 经过连续多日观察 发觉暗杀对象每日回家时间固定 且在五层楼道声控灯熄灭后 保镖便会自动驱车离开 九南暗喜终于发现破绽 次日一早便来到楼道开始谋划行动 九南试图通过计算每层楼 感应灯的交替工作时间进行模拟作案 暗杀中反复试验后 一出天衣无缝的刺杀计划就硬生落地 而与此同时 九南也开始了寻妻之旅 果真在一位同胞的快散店里打探到了线索 得知花子之前 与一位在附近配送海鲜的司机来往密切 傍晚九南就通过白色货车找到了老朴 一番拳脚过后才打探出了妻子的住址 可当九南来到此处 这里不但凌乱不堪 前面还有被拖拽的血迹 随后便发现了女儿的照片 这果然是妻子的家 打探邻居后得知 就在一小时前发生过剧烈打盗 随后九南回到房间蹲守 如果真如黑宗剑所说那般 必将亲手宰了这对狗男女 然而一连两天的蹲守却不见半个人影 反倒距离八天的任务期限却越来越近 眼看就能找到妻子的踪迹 九南恳求棉老大再宽限几天十日 可不正想他不但立马回绝 还用家人性命威胁九南尽快履行约定 迫不得已九南决定当晚去展开刺杀行动 可就在他即将要埋伏进楼道时 却发现两个贼没疏眼的男人在门外东张西望 随后二人便钻进楼道 只见赶阳灯亮至五层 二人就再不曾露面 懵逼的九南顿时有点懵逼 麻将桌上被截壶情有可原 可不会连自己的刺杀任务都能被截壶吧 没等九南回神 韩国黑帮头盗的车按时归来 随着头目走向五楼 赶阳灯也准时亮起 果然走廊响起了厮杀的怒吼声 传到了九南的耳中 谁承想二人竟根本不是柔道亚军的对手 撞碎的玻璃洒落在车顶 随后一人竟被其直接从楼上扔了下来 望着眼前的一幕 九南彻底被惊掉了下巴 同时也庆幸飞下来的人不是自己 但此刻也愣在原地不知该如何示好 只见保镖率先打破将军 拉开卷帘砸去大门奔进了楼内 九南甚至如果错过此次暗杀 再想找个机会定将难如登天 于是新一行便拔刀冲了进去 可即便九南心里有所建设 仍旧被眼前的一幕打破防线 沿着流淌的血液 九南捏着手脚向上肚部 随着眼前的一幕再次令他目瞪口呆 他怎样也想不到随身的保镖 不仅没有保护主人 反倒是在他的大动脉处用刀戳出一个窟窿 顿时九南大脑失去了支配身体的能力 处在原地 保镖对于没来由凸现的局外人 也一脸的莫名其妙 为了除掉唯一的目击者 保镖选择再次提到杀人灭口 可刚刚的争斗就已经耗费了他大部分体力 扭打间 保镖竟被九南直接甩下楼梯 翻轮数拳后当场掩恨西北 九南自然顾不上心中的种种疑惑 脑海中只有那根心心念念的拇指 连哥哥戴坎也是终于将手指取下 然而就在九南将要逃离现场时 抬头却看见了死者妻子 正惶恐的盯着自己 而此刻九南就算回国再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被误判为凶手的身份 届时楼下也突然响起了警报声 九南无路可退 选择奔向楼顶 再试图通过管道爬向地面 可人多失重的警察早已将此团团包围 穷途末路只能听天有灭一跃而下 九南再次爆发出种族街里自带的脑狠劲 摆脱掉层层束缚后 再凭借过人的身体素质 成功挣脱了数十辆警车的前后夹击 脱离了当下险境 当务之急便是赶紧回到沿边交差 可当九南来到街头人约定地点时 发现这里竟根本没有什么码头 反倒是一片漫无边际的拆间废墟 就连棉老大的电话也消互成了空号 九南这才察觉自己必然是被算计了 棉老大也从未打算过让自己活着回到沿边 黑道头目被暗杀的新闻震惊全寒 接踵而来的则是九南的全国通缉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人也格外关注此事 金太元明明是一家物流集团的社长 可暗地里却同为韩国区域的黑道头目 由于察觉死者生前与情人有染 便委派助理前去执行刺杀任务 可不曾想助理偷奸耍娃 把事分包给了贴身保镖 于是如今使得自己 唠了个故兄杀人的危险境地 更可怕的是 就连助理自己都不清楚保镖的作案团伙 究竟有几人行事 单纯只能通过新闻了解到 目前在逃一人 至此九南就被阴差阳错的默许为保镖团伙的再逃要犯 为了规避当下潜在风险 金社长命令助理立刻搜索九南 企图杀人灭口 至此九南好似再次摔身附体 相继被韩国黑道白道同时追杀 九南很快便暴露在了警察的线索范围内 狼狈逃窜之际被射卡的警察开枪击中左臂 呼叫紧急支援后 瞬间大批警察携带警犬也文讯赶来 凭靠顽强的求生欲 九南忍痛早已爬进了密林深处 摆脱追赶后 九南立刻脱下袜子进行包扎 望着深可露骨的伤口 剧痛夹打着委屈 眼泪竟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感叹人生竟怎会如此的艰难 随着案件发酵 当金社长得知在逃杀手是朝鲜族时 便再次下令秉承错杀一把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 将区域内的所有朝鲜族一网打尽 一番酷刑之下终于有人张开了嘴 虽然没有人知道九南的身份信息 但是却意外牵扯出了 垄断偷渡生意的舌头绵正鹤 助理笃定只要除掉绵正鹤这一重要环节 哪怕警察立马抓到九南 也没有机会盘问出真正的幕后之人 于是金太元命令助理立刻携带人马 火速赶往岩边 只是这区区一星三人 显然轻视了岩边战神的凶狠残暴